hello大家好 欢迎来到循庆万聊 我是谢人慧 你的人形故事机 最近啊 有个事特火 这咱这朝阳群众啊 又立功了 成功举报李云迪召计 钢琴家李云迪被拘留了 一时间这网上啊 风起云涌 议论纷纷 我呢 看见这么一种说法 说呀 这李云迪这小子啊 要是生在古代 没这事了 那会有青楼啊 你想睡姑娘直接去就完了 还没人管 这啊 其实就是咱们对青楼的一个误区了 青楼这地儿 不是花钱睡姑娘的场所 甚至啊 都不是客人选姑娘 而是姑娘选客人 这是怎么回事呢 今儿咱聊聊 青楼在咱们国家的历史 那是非常悠久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 齐桓公为了发展齐国经济 在这管仲的建议下啊 兴建了一批风化场所 拉拢这全国上下有技术 有理想的女人到这来创业 吸引男性消费 拉动GDP 果不其然 没几年 这齐国经济就突飞猛进发展了 这就是关于这青楼最早的记录 其他国家看见齐国经济发展了啊 也有样绝样 纷纷这个官办青楼 这个行业就此发展开来 之后的历朝历代呢 都觉得青楼是个创收的好路子 于是乎啊 甭管是秦皇汉武 还是这唐宗宋祖都支持这青楼行业 政府呢 也会给这青楼发营业执照 这个行业 腾波发展到了宋朝 青楼发展到了巅峰 有这么一个说法啊 这北宋首都东京汴梁 青楼数量将近一万家 从业人员十多万 南宋首都杭州 西湖上上百条大船 那都是歌舞升平啊 就连这朝廷官员都去 最有名的啊 要属这南宋的西帅宰相 贾思道了 他入朝当官之后啊 几乎每天都在这西湖上 开海天盛宴 包好几条船 享受生活 后来这事儿被宋李宗知道了 皇上哪看得过去啊 好你这宰相 那会儿他还不是宰相呢 好你这大臣这么玩那不行 于是呢派人传旨 不许他这么干谁知道 传旨这位啊 也好这口 就跟这皇上说了 皇上 贾思道这人 您别看他私生活挺乱 实际上啊 为人特别好 是个好官 您啊别管他了 皇上一听给他气的 只能把这贾思道 调离杭州 眼不见心不完 到了明朝啊 这个朝廷觉得 这行业实在是太有声风化了 而且呢 会让人们沉迷其中 耽误农业生产 所以这朝廷出台规定 不再给这青楼发新的牌照了 而且呢 禁止这朝廷官员逛青楼 之后的清朝啊 更狠 国家干脆明文禁止青楼营业 只不过呀 在执行上 对那些定期交费的啊 交这保护费的青楼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只要你按时按点交钱 扫黄打飞的时候 绕着你走 说说怎么多青楼怎么发展的啊 各位大伙也都急了 咱们今儿啊 重点说说怎么逛青楼 刚才咱说了啊 宋朝之后 这青楼已经发展到极致了 它的功能也细化了 那种花钱就能睡觉的场所啊 叫妓院 青楼可不是啊 青楼更像是一种高级会所 不是那种 咱一进去 往这一坐好 茶 酒都倒满了 这边妈咪带着一帮人进来 这帮姑娘站一排 骑刷刷的 先生晚上好 开始自我介绍了 你好山东 你好四川 你好重庆 这我都没去过啊 反正肯定不是这种场所 逛青楼特别麻烦 而且还有一套专业的流程 首先说啊 你得有熟人带路 要么根本进不去 就拿这个宋朝来说 我邀请您 跟我一起和这个赛艇队长 穿越回宋朝首都开封 逛一回青楼 这赛艇队长啊 带着咱们几个 来到这个开封最大的青楼了 为什么他带着呀 他熟啊 天天去呀 老宝子迎上来了 呦 赛老爷 您可有日子没来了 我们一帮人可都想您了 赛艇队长都不拿正眼 瞧人家 下不客超天 指着身边 指我吧 指我说了 瞧见没有 这位咱这有名的谢大才子 伺候好了 听说你们今儿来了一个新姑娘 叫什么王刚淡 这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今天啊 我们来一睹风采 说着说着 这就得掏钱 至少一贯钱上布封顶 赏给这老宝子 你要说我不给钱行吗 不行 不给钱呀 咱今儿就甭体验后面的项目了 那哎 那我要来硬的 闹事行不行啊 也不行 清楼那都是政府发牌照的 背景非常硬 基本上厚的戳着的都是什么王公大臣 你想闹事啊 得掂量掂量 刚才说这一贯钱大概是有多少呢 北宋时期一个普通家庭一个月的生活费大概也就五六贯 咱们说回来啊 给了钱 老宝子 哎 把咱们哥几个安排进大厅喝茶聊天 旁边啊 有工作人员各种伺候 一会地热毛巾 一会给你蓄水 赖着不走 要钱呢 你要不给也行啊 老宝子暗处盯着呢 多赞你给钱了 多赞他出来招呼你进行下一步 这个钱啊 起步也是一贯通钱 尚不封顶 喝了几杯茶 这老宝子满脸堆笑 把咱们这一行人请到这楼上雅间 进了雅间 可没人 空的 姑娘不在 老宝子这会儿会进来让大家点菜 起步 十贯钱 你要不点呢 他就拿话秧给你 哟 谢大才子投回来 咱不知道 这赛老爷可是咱家常客了 谁不知道这赛老爷仗义舒财 为人豪爽 今儿还带这么一帮朋友来给我们捧场 您各位是吃的饱穿的暖 咱们可不行啊 没有赛老爷您的恩典 咱这一家老小都得出去喝西北风去 真说把我们恶坏了事小 您这赛老爷的名声传出去 那可不就毁了吗 刀刀刀刀刀刀刀 直到你给钱为止 给了钱 人家出去 买酒买菜 端上来 咱就跟这吃着喝着吧 还没见上姑娘的啊 俩月生活费 没了 酒过三巡 菜过五位 老宝子又来了 跟大伙说了 钢弹姑娘呀 已经看过各位了 今儿呢 姑娘身体不适 不能陪大伙聊天了 这不是吗 姑娘亲手写了一幅诗 送给塞老爷的 说完扭头就走 没废话 大家一看呀 得了 反正今儿赛品结账 咱也撤吧 哎 有人问了啊 我今儿是来看姑娘的 什么叫姑娘已经见过各位 她干嘛不出来呀 这是一种常态啊 造成这种常态的原因 跟这青楼女子的出身有很大关系 一般来说 青楼女子啊 都叫官麦 什么叫官麦呢 官麦是过去惩罚大臣的一种方式 抄家都听说过吧 官麦就是把被抄家的大臣啊 家里的女眷都卖了 年轻点的 比如说这个官员还没出嫁的闺女 就给卖到青楼去了 老宝子呢 会请老师教这帮人琴棋书画 一般来说啊 青楼女子的文化水平那相当高 甚至不比这科举状元差 修养高了 自然他要求就高了 所以呢 在青楼压根就不是咱客人选姑娘 而是姑娘选客人 在咱们吃饭喝酒的时候啊 姑娘在门口偷听偷看 看看有没有能配得上自己的人 就算有 他也不会第一次出来就见你 因为很有可能你是装的 多观察几次 就知道真假了 站在咱客人的角度来说啊 这回花了钱我还没见上姑娘 那心里肯定不宣分呀 大概率下回还得来男人嘛 对吧 都要强 尤其是在这女色这方面啊 这回没见着我下回还得来 每回都这流程 人家老宝子也是这么设计的呀 增加神秘感 你多来几次 我能多赚几次钱 这个道理啊 古今皆准 前两年就有一新闻 有一种会所 故意跟客人说啊 哎 您得多充钱 充钱多了 可以享受这特殊的服务 然后客人呢 那就冲吧 一听这个赶紧的 交钱刷卡 结果什么都没有 正规按摩 背后到底都一样 而且呢 过去青楼还厉害 仗着自己有背景 不怕你闹事 多说一句啊 纵观中国历史 只有两个人 第一次去青楼 就见着姑娘呢 一个 宋奎中召集 一个 刘勇 宋奎中呢 甭说了 皇上呀 到了青楼 直接亮明身份 不见人 我就拆楼 这才见着人 李诗诗 而且据说 这李诗诗 还没给他好脸 待了几分钟 唱了首曲 走了 刘勇 甭聊了 著名青楼表演艺术家呀 好家伙 我记得啊 我高中的时候 他有一篇课文嘛 叫雨林玲 我们把女生看的那眼泪都哗哗的 我们这帮大老爷们一看 没什么呀 怎么怎么怎么就哭了呀 当年他去青楼 那里头的姑娘那都炸了锅了 都跟这刘勇这个包尖门口围着 好 这是人挤人 人挨人呀 这边挤着还出事了 姐姐 别挤了 你都踩着我了 呦 姐姐你怎么 你怎么还来呀 你不刚下钟吗 你这不能抢钟啊 有那关系好的呀 见这个我自己妹妹没来 赶紧找去 找半天 包房里找着了 进去以后 推门就说 妹妹 别上了 刘勇来了 这边一听 呦 刘勇来了 还牵刀的 没人跟我说呀 姐姐咱赶紧走 屋里还有客人呢 客人一看 这什么情况 没人了 不是你们这怎么还串台 是怎么着 待会儿跟老宝子说啊 串台我就给一百 这都是听人赛廷老师说的啊 这里头事我都没去过 都不知道 也别问 问了就是没去过啊 所以说啊 这刘勇跟宋归宗召集 这俩人 咱谁也比不了 所以第一次去青楼 真讲不着人 简短节说吧 还是他们这一帮人 又来了四五次 终于 有一天 吃饭的时候 咱们大伙见到这王刚弹姑娘了 好 这姑娘长得 我就不拿我做形容了 有一个四字成语形容 叫一想之美 你觉得这姑娘怎么好看 她就长什么样 姑娘出来 跟大伙也没多说话 唱了一首曲子 又回去了 前后咱来了四五回 花了大几十两银子 一共跟姑娘待了十分钟 费这么大劲 待了十分钟 这什么时候才能办正事啊 叠位 办不了 甭管你怎么砸钱 大概率啊 这姑娘不可能跟你啪啪啪 之前咱说了 青楼女子 大多数是官卖 这种姑娘 从小那是吃过见过 又学了一身过硬的文化 脑子里想的都是 我得怎么重获自由 在青楼这种地儿 想重获自由最好的方式啊 就是找个老实人嫁了 当然这点跟今天也差不多 这老实人招谁惹谁了 像我这样的 对不对 古人对这贞结特别重视 可以说这帮青楼女子 想要重获自由 贞结是他们手中最后的砝码 如果轻易就奉献出去了 没有好结果 必须得遇到一个双方都满意 还得有钱能给我赎身的人 我这才能把自己的身体奉献出去 说了这么多了啊 各位大伙也都知道了 过去逛这青楼啊 真不容易 反正我是不奢求自己能逛了 也就是跟赛挺那多听听 好了 关于这古人怎么逛青楼呢 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 欢迎大家在循庆讲堂APP 微信公众号和YouTube上 收看循庆办聊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媒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